大家好 我在網上看到很多人都說不懂怎樣去拆啤玲 或者怎樣去清洗啤玲 我今天就教大家怎樣去拆啤玲 首先現在我示範的就是兩隻啤玲 兩隻有少少不同 一隻就是Bones的Rest 它是只有一邊蓋的 另一隻就是Sixion的APAD 5 它是兩邊蓋的 OK 那我下去先 首先你的工具就是一把戒刀 還有一枝很幼的工具 那首先你要先把蓋子拿出來 那把蓋子拿出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一些珠珠 那另一個也是很簡單 只要兩個蓋子和一個蓋子的分別就是 你要挑另一個蓋子 也是挑那個蓋子 那你就會看到珠珠 那蓋子就放在一邊 就不要弄不結 那為什麼要有毛巾在這裡呢 因為毛巾就以防珠珠走塞 OK 就是很簡單的 那其實你可以就這樣洗的 但是如果你發現它是 十分之不順暢的話呢 那你是可以 你就可以把那些珠珠拆出來 然後逐顆珠洗 那這個就相當之花時間的 但是就 徹底一點的清洗 好了這樣就 我先拆了膠 那你就會看到那些珠珠 把所有珠搬到一邊 那其實呢 一按 那些珠就會走出來 OK 那些珠就會走出來 好 另一個也是 那我也不會拆另一個了 因為其實就 完全一樣的 除了蓋子之後 OK 那現在要裝上去 首先要怎樣做呢 那首先 首先 屬於它自己的蓋 然後蓋上去 其實 除了出來之後 就沒有分哪邊 是前邊 哪邊的後面的 那只要你扣到一邊就可以了 OK 那 就把所有珠 就放在同一邊 有七顆珠的 記住每一個盒子是有七顆珠的 那有些盒子是八顆珠的 那 市面上九成的都是插著的 OK 那 中間那個環 OK 放了七顆珠 一邊之後把中間那個環 放進去 由於 你蓋了蓋子 所以它就會幫你頂住了 那些珠就不會走出來 OK 那只要你轉去兩下 你轉去兩下三下 那它就會 歸位的了 那現在要裝這個 膠環 固定環 上去 有些人呢 就是直接這樣 在這裡分開 那些珠珠 然後就 吸上去 但是那些珠珠是會走的 那我自己有另一個做法 就是 再把這個蓋 除出來 OK 變成這樣 這樣呢 我現在先分開它 好 好啦 那 我現在就會固定它 這樣可以看到了 那 當我發現那顆珠 不適合位的時候 我就可以 這個時候才動 那就會比較 方便一點點去移位 OK 好啦 那就已經 進去 進去 轉得很順 那 洗完之後呢 就下一點點 這個 潤滑油 那 例如是 WEST的 Speed Cream Speed Cream 就會相當之 好 滑板的 那這個又是 其實如果拆完之後呢 然後蓋上 蓋上 這樣兩隻 那 對了 只要 把它 抹乾 把它 裝上滑板 就可以繼續踩 OK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